哈囉小朋友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經過我們開箱這麼多電競產品之後 終於輪到了這一個品牌 那就是敗家 啊不是我是說信仰之眼 ROG Strikus Scope 2 三模機械鍵盤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盒裝呢一如既往 就是紅黑的配色 就是ROG他們的經典配色 那上面呢就是這支鍵盤的外觀 盒裝的人物就是 Strikus Scope 2 它的三模鍵盤的本體 在下面呢就是它專用的磁吸手托 它的小配件包裡面呢 分別是拔鍵器 還有一個 對 空白鍵 這等等也會跟大家說到 還有一條USB-C to USB-A的 傳輸線 連接線 延長線 對 三個都有 它有延長線的功能 我們等等也會跟大家介紹 另外呢就是它的延長線的轉接頭 最後就是它的信仰貼紙 跟不用看啦 在外觀上呢 其實在它發光之前 我不得不說它就是一款很低調 整個都是黑色的鍵盤 我原本以為它可能在塗裝上 會有一些ROG的一些配色 比如說亮眼的紅色 又或者這些會有電競感的東西 但沒有 它就是需要發光 你才會知道它是一支電競的鍵盤 而它的特點呢 它是96%的鍵盤 保留了 大部分人 特有時候做文書 或是很多輸入需要的數字鍵之外呢 它減少了一些比較少用的按鍵 那它會做成的是 可能是共用鍵的方式 去大大的縮小它的外觀的大小 另外呢其實 你認真去跟一般的 100%的鍵盤 全尺寸的鍵盤去比較 就可以去發現它按鍵跟按鍵之間 它的間距好像小了一點 就讓它的鍵跟鍵之間來得更密了 這種尺寸把它調整的變得比較小之後 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那就是你的桌面 使用的那個空間 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去擺放很多的東西 接下來外觀上比較特別呢 它的右上角 就是我們數字鍵的上方 它有一個多媒體的滾輪按鍵 再搭配一個它們的ROG的LOGO 它主要就是可以去調控你多媒體 這個滾輪要去操控的一些選項 它在上面其實有基本已經配給你的 比如說它可以去控制鍵盤的燈光亮度 或者是聲音的大小聲等等 這是可以在你按這個多媒體鍵之前呢 它在數字鍵跟Enter鍵中間的細縫裡面 就會告訴你說你現在切換了 是到哪一個介面 這樣的空間還可以想到要放這東西 我就覺得蠻厲害的 而在它的IO介面呢 是全部都在鍵盤的前端 而在下面呢就看起來乾乾淨淨的 不 巧思在裡面 它裡面應該是有磁鐵 因為它提供的是 剛剛說了 它有一個磁吸式的手托 我覺得蠻方便的 其實現在蠻多東西都用磁吸式的 前面IO介面的那個發射器 發射器它也是用磁吸式的 你不用在那邊摳拔半天 或是你裝的時候裝不回去 而這個發射器的收納區呢 我真的覺得它這是空間的運用大師 在底部呢 信仰之眼在下面 那在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也提供了一個三段的高低軸 你可以去做調整 三段的高低軸 以及它總共有五個 上面兩個 下面三個的紫滑墊 那剛剛有提到它的IO介面呢 都是在它的前端 前面這一側 那它提供的東西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IO介面呢 就是它自己的一個發射器的家 那另外在中間這個部分呢 就是這支鍵盤它提供的是三模 就是我們說的2.4G 使用發射器的 再來就是藍牙 接下來還有就是有線的線控 所以它這個就是一個調整的開關 那接下來最旁邊呢 就是它線控的時候要連接的 它提供的是新的USB-C的插孔 那這條線它有一個最大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搭配裡面內附的一個 轉接的雙母頭 再搭配它的這個發射器做使用 因為很多時候你的桌機 可能會放在螢幕後面 或者是桌子底下 那你直接把發射器放在桌上 它就不會有這種被桌子 或者是螢幕等等的設備 所阻擋的一個問題 那你在切換的使用上也很方便 那麼這一次鍵盤提供的這個發射器呢 是一對多的連線方式 等於說你今天只要有一顆發射器 你就可以使用它來連接你的鍵盤 還有他們華碩的ROG的滑鼠 那相關的資源列表呢 你可以在它的官方網站 鍵盤的網站上面呢 就可以找到它的資源列表 接下來在畫面上給大家看這支 Streaker Scope 2 96 Wireless的鍵盤 那就是它上面一些規格 那比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有下面幾個 它如果在2.4G使用發射器的情況下 你今天關閉了它的一些燈光燈效 它最常可以高達1500小時 它是三模 這台三模呢 分別是支援三設備的藍牙 發射器 還有有線連接 接下來講講它是它的鍵帽 它的鍵帽呢是使用呢 PPT的二色成型的一個鍵帽的設計 在觸感上呢 我覺得它就是維持了 我們一直以來開的電競的鍵盤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靈腳感 就是很像那種 我們常常會說的那種 科技產品會比較俐落的一些 直角那種感覺 那這個鍵帽呢 它還特別有說它是 能夠比較不打油 最後呢 鍵盤最大的賣點 它使用的是ROG最新研製出來的 雪軸 最大的賣點就是它們有 非常快的觸發行程 反饋速度非常的快 打完按下去它的鍵盤之後 這個鍵盤回彈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最大的幫助就是 你可能在打字啊 或是在遊戲 操作的時候 速度呢你會明顯的會快很多 而在它打字的手感上呢 它也主打了這一個鍵盤 它有獨特的一個 降緩衝跟消音的電片在裡面 實際上它打字的時候 那個靜音的感覺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希望有一個 好的機械鍵盤的按鍵體驗 可是我還是想用輕軸 但我希望它小聲一點怎麼辦 各位觀眾 這就是這支鍵盤厲害的地方 它同樣支援 熱插吧 你可以直接在這支鍵盤的 上面去更換你想要用的鍵軸 不管今天想要用的是輕軸 茶軸 你都可以快速的去更換 完美的體現出了所謂的 客製模組化的使用者體驗 接下來稍微補充一點 也是跟鍵盤上面的鍵帽有關係的事情 那就是它的空白鍵 它甚至我們在剛前面開箱的時候 裡面有多附了一個空白鍵嘛 那我就想說到底是為什麼 後來它在官方的介紹裡面就有講了 這顆空白鍵 它使用了特殊的塗料 去展現了它的ROG 它在裡面是使用了三顆RGB的燈效 它為了要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還特別寫在它的 官方介紹的鍵盤特色裡面 你就知道ROG 作為一個電競品牌 多麼重視所謂的信仰這件事情 接下來也要讓大家來體驗一下雪舟 它的按鍵產生觸發的聲音 以及它使用的那個吸音 消震減震的電片呢 能提供帶來的那個聲音的回饋感 比較的就是另外一款 100%的輕軸鍵盤 我們兩者的聲音播給大家參考一下 請問一下 接下來就來說說 它既然名字上面有96 它是一個96%的鍵盤 所以它其實少了一些 比較不常用到的鍵 但不常用到不代表不用到 所以你可以在它的鍵盤的側邊 它在你的視角的 那個類似45度的地方 它會告訴你它每一個鍵 它的共用鍵是什麼 你在切換上就可以去注意一下 像是它這一次呢 也是在官網裡面有特別提到了 我相信它應該是跟 所謂的Xbox Game Bar 有做了深度的合作 它的F1到F5呢 提供了一些 Xbox Game Bar的一些快捷鍵 比如說截圖錄影啊 等等的一些切換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就是 你可以在它的側邊可以看到的 它其實有蠻多的共用鍵 讓你可以去方便操作 跟快速的切換使用 作為一個電競鍵盤 那當然它一定會搭配的是它 要專屬的一個軟體啦 你可以到ROG的官網 找到這一支鍵盤 下面就有提供它的 專屬APP的連結 你也可以一樣在 它的 程式裡面 去做一些簡單的聚集的 設定操作 直接在上面呢 去調整它的燈光 那它的燈光呢 RGB燈是一定要調整的嘛 你除了可以有它的 恆亮 呼吸 彩虹 等等預設的燈效 你還可以去客製化每一個按鍵 它該發的一些燈 那就是可以在這邊的設定 去做調整 另外呢 你還可以在設定裡面看到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它的發射器可以做的 1對2 那你可以在上面可以去看到它的配對的教學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它的 直覺視覺化的鍵盤設定上面你會看到它的 多媒體鍵 那個ROG鍵的一些 客製化設定 你可以去把它搭配到你這個 模式的情況下 你要去設定什麼樣的功能 好啦 又到了總結的時間啦 這一款ROG Strikus Scope 2 96 Wireless 鍵盤呢 它的建議售價呢 是5490元 它做了一個 鍵盤的精簡 提供了非常多的功能 時下所有該具備的一些 三模啊 等等的功能都有之外 長續航的電池 還可以有非常輕盈的重量 直擊式的手托 最新的ROG 提供的雪軸 華碩為了要讓我們去體驗到它的 發射器可以1對2 所以還特別記得一款他們新的 雙模滑鼠 它只有54公克 甚至比之前很多那種 電競的啊 主打那種 鏤空啊 挖洞的那種滑鼠 輕盈程度我覺得真的是 不分宣置 以上呢就是這次ROG新推出的 ROG Strikus Scope 2 96 Wireless 機械鍵盤 推薦給大家 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